我是中国公民北京视频 北京市东正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是2022年的5月18号 42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件事很大很大 什么事 我们的东风五 就是第一代远程运载火箭 发射成功了 东风五发射总设计师 两天两夜没合眼 这事太大的事了 徒手恶斜 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名字 东风五能够发射成功 首先要感谢钱学森 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 他提供的方案 总体设计方案 而后还有一大堆的科学家 当然 那就无数的人说任命而说不完的 但是要说谁的名字 要是邓小平的名字 邓小平 聂恩忠真 王振 还有那个时候国防科工委的领导 就说这次发射的任务 重要的什么程度 邓小平坐在前排 你用了真 王振 坐在大厅里 就看着这个发射成功不成功 你说说 不说恶斜 压力有多大呀 结果呢 我们的东风五 以超过音速20倍 注意啊 我们今天在说超过音速武器的时候 一般说超过音速五倍就叫超过音速武器 是吧 对吗 最近不是在讲超过音速武器吗 八倍啊 十倍啊 说得厉害 我们的超过音速到什么程度 我们在42年前 我们的导弹已超过音速20倍的速度迅速的裂过中国的大路 然后经过半个小时的飞行 穿过六个时区 八千公里之外 打哪去了 打南太平洋去了 然后打击京都 打击京都 那简直是 有人后来做了个比喻 好比是拿手枪打到一百米之外 打一百米之外 打了个什么 打了一只蚊子 京都就达到这种程度 当然我们的远洋测量船 那个时候已经非常厉害了 18艘远洋测量船 在火箭预定的建落的周围 后来发现那船取得有点多 因为我们落点太准确了 东风武数据准确落入预定水域 所以潜水员就在那等着 下去五分钟以后 要五分二十秒 就把数据舱给打捞起来 太提气了 以至于邓小平同时在现场 高兴跟大家一块鼓掌 万里之外的北京指挥大厅 掌声雷动 这个东风武总设计师啊 是徒手恶先生 副总设计师叫梁思李 大家知道他是谁吗 梁思李是谁呀 梁启超知道吧 梁思成知道吧 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的弟弟的哥哥和弟弟 差了23岁 梁思李作为我们国家 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他作为副总设计师 在人群当中 他碰到聂荣真元帅 显然非常熟悉 两个人紧紧的握手 梁思李说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了 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成功了 李人之人元帅呢 握着我的手呀 他说了一句话 是四个现代化呀 靠买胜买不来的 大家知道吗 四十多年前那时候 说到现代化的时候 一般都是四个现代化 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 现代化 现在咱们大概不说四个现代化了 因为现代化内容更加复杂了 我们现在理解的更深了 但是那个时候都说四个现代化 聂帅说四个现代化靠买是买不来的 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成功 对我们国家有重大的意义 正国之鉴 正国之宝 大杀气 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啊 是这样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 洲际弹道导弹 因为这个东西厉害呀 你原来你说你有核弹头 核弹头你运在工具上不去 核弹头也没用啊 对不对 所以超远程的核打击能力就成为各个大国 军事政治博弈的最重要的筹码 六五年的时候 中国开始决定研制洲际导弹 然后就把这名字命名为东风五号啊 一到一到一九八零年的时候 这个洲际啊 地地导弹 研制实验 取得很大进展啊 陆地具备了首次发射条件 海上落区呢 也大体选定了 所以公报呢 当时的说法叫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号 至6月10号 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围7度00分 东京172度33分为中心 半径70海里的半圆形的海域 发射运载火箭实验 公开的 这个东风五长什么样 大家看看 这是1984年10月1号 中国第一代这个洲际弹道导弹东部 国庆35周年阅兵式亮相啊 那个时候我住在北京三里河 北京西城区三里河 那我们住在这个住在屋里 那夏天太热了 我们在那阳台上啊 阳台上那个呃 乘凉等到10月的时候 北京最舒服的季节 那个时候我没有机会去参加这个国庆阅兵式 但是我们在三里河的阳台上能够听到从很远的就天安门方向传来的阅兵式那种声音 那是国庆35周年 现在一眨眼42年过去了 那时候还小伙子的满头青发 现在变老头了 1984年 阅兵式解说 讲到这的时候是怎么讲的 说被誉为中国军队 天之交子的战略导弹部队 从长安街的绿音中走了出来 一枚枚乳白色的中程弹道导弹 远程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 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 洲际弹道导弹呢 这事现在咱们都有东方40亿了 是吧 洲际弹道导弹 然后5号那是最早的 跟现在比起来 那是现在有了很大进步了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是从无到有啊 这事意义太重大了 那说明最大的意义就是说 美国现有的 然后苏联再有了 第三个进行洲际弹道导弹实验 导弹实验并获得成功的 速度20马赫 音速20倍啊 8000公里 打的那就要一个准 就是说过去没有 现在我有了 你们两个对我进行核讹诈 我告诉你 超级大国 洲际弹道导弹 长期你们垄断的地位 被我打破了 你们有 我也有了 那个时候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 你说它是是飞起来了 然后呢 这整个过程完成了 但是我们今天就会问 说这里面有多少部件是我们的呀 多少部件是外边进来的呀 那国产化绿战多少呀 对吧 那个时候百分之百国产 全部都是 全过程飞行实验成功 当时中国航天工业15年 精华展示 百分之百每一个零件 每个螺丝钉都是中国人民自己制造的 自己设计的 为什么叫东风五啊 因为此前还有东风1234啊 1965年的时候 东风二就就成功了 东风二成功 那个时候呢 东风三也是弹道的啊 顺利 这研制工程当中 这个时候啊 前老就提出来一个地地导弹发展规划 那时候叫地地飞弹发展规划 前学生第一次提出了 就是我们国家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地对地飞弹的发展体系 计划呢 65年到72年 8年时间 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 把这个呢 近程弹道导弹 中程弹道导弹 和和这个远程弹道导弹 叫八年四弹的计划给它完成 所以呢 1965年正式开始研制计划 携带三吨的弹头 射成8000到1万千米的东风五飞弹 就这个时候呢 规划进来了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啊 就很多人的这个今天想起来 那是非常耐人学位的 就是过去我们在东风1234 那个时候我们是近程中程导弹 对于我们威胁最大的敌人 不是假想敌 是真实的敌人 构不成主要威胁 但是呢 我们的东风五起来了 8000到1万公里 我们就能打到哪了 我们就能打到莫斯科了 我们就能打到莫斯科 然后呢 对苏联西部地区实行核打击 苏联西部地区 那实行这个打击 所以东风五飞弹最早的假想敌 瞄这就是莫斯科 就是你当时的苏联的西部地区 那个时候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对我们的威胁 要超过美国对我们的威胁 东风五编号当时是这样 主要技术指标下达了之后呢 要求在71年就收费 1973年定型 然后呢根据当时技术水平 东风五的定位是一种发射井啊 用发射井来发射 用二级液体推荐的洲际弹道导弹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现在就有中国航天医院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我手里拿的这个云载火箭啊 不是东风系列 这长征五号 长征五系列 我怎么突然想到他了 因为昨天这个德国记者来采访 然后他就看着我屋里的老物件 什么马克思啊 列宁啊 什么鲁迅啊 什么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啊 什么中国的那个飞机的模型啊 他感兴趣 他问我这个 我是中国长征系列 我们有长征系列 我们还有东风系列 我们这个东西现在都很管用 东风使命必打 我跟德国记者介绍这些情况 我特别认识好感 很少有外国记者到处来会对我呢 随便把我不是收藏家 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收藏 根本没有什么杀业目的 就随便什么时候人家送给我的 比方说我那飞机的模型 就是一个叫徐永龄的 我军的一个荣誉试飞员 工序试飞员 就他他送过的一个模型 这个我这我忘了 是一个在什么活动当中 人家送给我 说到这个东风五 我们首先要感谢 中国航天医院的副院长 涂首恶先生 涂首恶他是主持人呀 总设计师啊 东风五弹道弹道导弹 弹道飞弹 那方案论证 他令下 1966年5月 东风五开始总体方案设计 那相对于东风四 他要飞得远 他这个劲儿应该更大 是吧 你很多人说 那就是放大了的东风四 不是 这不是这样 大推力火箭 发动机技术 推力 是原来的 就东风四的三倍呀 而且呢 推力摄像技术 还有呢 什么贯导平台呀 什么体积电路啊 计算机技术 那个时候计算机 和现在没法比啊 但是那个时候 已经有了这些考虑 特别是新型图防技术 和地下发热警技术 发热技术 哇里边数了数12345678 就是十个重大的技术难点 要一一突破 工程难点 技术难点 而且整个制造过程当中 所有的一切 我刚刚说的一个螺丝钉 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 这些技术难点的限制 哎呀 限制太大了 所以那个时期的这个航天医院 重点项目东风四号飞带 还有长征一号 那时候长征一号也在建呢 我手里拿着这长征五号了 长征一号就是发射发射的发射东方红的 就是中国最早发射东方红卫星啊 在天上还能接收到声音的 哈哈 在这地面上接收到那个类似钢琴 有点像边中那个 那个声音 我很小的就听那声音 哎呀 真美呀 天籁之声啊 大家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呢 东风五的研制啊 因为那个时候就要发射东方红一号 还有长征这个长征长征系列 其实东风 东风五这个系列研制过程当中呢 并不是很顺利 但是1969年3月 发生那件大事 就当时的苏联社会第一国主义 奉行大国沙文主义 那对我们进行威胁 真报道冲突之后 中苏关系陷入病点 那个时候 反对苏联修正主义 反对社会帝国主义 像我当时这么一个小孩啊 我那时候十岁在家里挖什么 挖防空洞 挖防空洞啊 那个说备战备荒为人民 那时候我们大量的这个工厂啊 迁到这个三线去啊 大工程 整个国家都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 所以东风五 那个时候就提到了最重要的议事程上 当时有个说法吗 说我们国家没有洲际火箭呀 毛主席睡不好觉呀 这句话给所有的参加东风五研制的这个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以巨大的感召力 没有洲际火箭 毛主席睡不好觉 毛主席确实是长时间睡眠就成问题 但是呢 睡不好觉不是指晚上睡不着 而是指这件事情对国家长治九安来说面对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 没一个家伙事这不行 所以东风五的研制工作 蹭就要加快了 69年6月4号的时候 东风五第一级火箭研制成功了 到70年时候东风五研制任务就作为呢 航天医院的重中之重 为了加快进度 170年5月来自北京地区的科研所 一共多少个单位 178个单位 100多个单位 参加了由国防坑委牵头组织的叫705会战 当时呢 就意图要一举攻克难题 哎呀 但是由于七七八八的错综复杂的原因 当时这事呢 没成 大家知道后来我们国家研究卫星的一个一个大功臣啊 王永志 那个时候王永志先生是担任东风三号的这个三号的这个设计师啊 抓了抓了之后 然后负责东风五号 然后他和另外一个副总是 就是刚才我说的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李 主持着飞弹设计 1970年底东风五的01批01发导弹总装测试 测试当中哎呀 那问题就多了71年6月才完成总装 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争论 有些争论呢 就不断的上报上报上报 就最后呢 报到周总理那儿 周总理听取总师团体汇报之后 总理协调 然后总理拍板 说起来这些啊 都是都是党史啊 叫党史军史国防科研史 共和国史的最重要的内容 东风五飞弹 71年9月10号 第一枚东风五飞弹在中国九千发射中心飞行实验 结果呢 结果基本成功 后来遇到了一系列困难 继续一些困难 有些地方呢 发射不够成功 改进改进改进 后来总体部队 舟机弹也飞弹呢 总体计划进行 又进行十项比较大的改动 可靠性作战性能 然后最后呢 大体成功 那六枚呢 经过这来回折腾 最后剩下三枚 三枚呢 第一批次的长征二号火箭 全部发射成功了 长征火箭系列发射成功了 极大的鼓舞了东风系列 1974年一月的时候 经过十项重大改进 几乎内部重新进行颠覆式的设计 东风502研制上马 这次计划呢 第二批了 第二批做了八枚 特殊弹道飞行实验 两枚用于全程飞行实验 最后就唱话短说吧 讲起来就复杂了 唱话短说到1975年的时候 经过毛主席亲自批准 中央军委通过了力争 在1977年 拿出来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 战略飞弹核武的决议 那现在你回头看这些资料 根据当时的技术情况 东风5研制分两步走 第一步射程达8000公里 从简化地下井发射 然后1977年 基本定型交付部队 到了1975年5月25号的时候呢 中央军委常委会明确提出 必须抓紧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 并且确定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第一步 要达到射程和发射方式 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了这个报告 于是东风5第二批次的飞行实验 处于酝酿状态 所以你说刚才我说发射那天 邓小平在这个远程控制室里边 看这个大屏 毛主席多次批示啊 周总理亲自参与其中的某些重要环节的设计 最后拍板啊 到1977年9月中央批准80年进行东风5飞弹全程实验 然后呢 采一共生产第二批一共生产了16枚 其中8枚81年用于飞行实验 第二批东风飞弹5不仅解决了此前飞弹不稳定的技术状态 改变了发动机关机方式 给舰体减重的方式把东风5的理论射程提高了 理论射程提高到了1万米 这事重要了 提高到1万米啊 远程飞弹升级为洲际飞弹 弹头研制取得明显的进展 所以所以大家 所以今天2022年的5月18号呀 那是1980年5月18号 这42年前的今天 东风5飞弹全程实验获得巨大成功 实际飞行距离超过9000千米 叫9000公里呀 那时候的词叫做 足以打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绝大部分的目标 42年前的这个共和国之舰发射过程 研制过程 说起来我们说的是太简单了 我们的科学家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能够有这样的成就 来之不易 要感谢我们的知识分子 感谢我们的科学家 感谢我们国防科研战线 感谢为我们拖起利剑 保卫国家的那些 共和国的英雄们 这个说到这儿 我推荐各位去看一个纪录片 被网上能找到 叫卫国驻舰 这一共是十几还是二十几 至少十几十几十几 讲的是这是中国酒瘸卫星发射中心 电视台制作 就是为了纪念中国第一枚叫东风五 远程云载火箭 全程飞行实验 40周年做的 现在42年 19年做的 所以这个我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总而言之 多看看这样的东西 你个人的烦恼就少一些 反正现在很多人 居然在家里闲着没事 感谢我们的节目下期见